各位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央视音乐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 童声唱 我们的精彩还在继续 一文老师肯定有最好的节目 给我们推荐 对不对 对 这里我要推荐一下 坐在我身边的徐炳龙同学 他非常非常地厉害 实力与才华并重 不仅会唱 而且非常地会创作 15岁的时候就发表了 自己的第一个作品 然后17岁开始就开始了 全国七个城市的巡演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我们队伍的一张大王牌 这个时候我想要请他 来帮助我们的队友 一起来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夏天白昼 软落的红包 可晴天来却已感受 有风经过 海面上吃出树耳 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笑到种下你也想 你幻爱的小身旁 青色的柠檬味道 我我我猜着透明的星光 看若清凌的悠扬 到达在明天温情的模样 可笑到种下你也想 你幻爱的小身旁 青色的柠檬味道 我我猜着透明的星光 凡若清凌的悠扬 到达在明天温情的模样 我猜着喝了甜甜的芒果 一口拥抱全是这张罗 有种笑容 起个名字就剥落看看 你梦里有没有记忆太红 可笑到种下你也想 你幻爱的小身旁 青色的柠檬味道 我我我猜着透明的星光 凡若清凌的悠扬 到达在明天温情的模样 可笑到种下你也想 你幻爱的小身旁 青色的柠檬味道 我我猜着透明的星光 凡若清凌的悠扬 摘下心心的向你的牵绑 这首《青凌》非常的好听 那你创作的时候 你的灵感是来源于什么呢 其实我平时自己写歌的时候 创作灵感更多的是 来源于我的日常的生活 然后我喜欢把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用音乐的形式写到歌里面 然后分享给大家 所以创作除了像白杨啊 还有刚才这个邱诗涵 为我们带来的青凌 好ians 接下来